七六人今年最著名的司機 大概就是《相信過程》計劃 由球團官方主動地要求你保持耐心 信任整個步驟和規劃終將取得回報 只是從這個計劃開始至今七年過去了 七六人不僅尚未取得成功 他們彷彿還在過程中一般 俏望著那不知何時才會開花結果的一天 而其實這種過程在七六人隊時並不是頭一招 因為他們早在90年代就有一次類似的計劃 不僅同樣是以高順位樂透行秀當作基石 當時計劃的主角也同樣是一名中鋒 甚至比現在的MB還要更加的被看好 當時計劃的對象就是 Sean Bradley Bradley出生自西德的蘭斯土耳鎮 事實上雖然他擁有德國的國籍 但卻並非是在德國土生土長的德國人 因為他父親是在美國參軍時被派駐到德國 母親隨著父親一同到了德國生活 這才在德國生下了他 而在Bradley出生兩年後 隨著父親的駐軍任務結束 一家人也回到了美國生活 Bradley從小在猶他州長大 這裡也是他父母親的故鄉 而他也完全的繼承了父親的協同 從小就對運動非常拿手 足球棒球之類的都難不倒他 當然最突顯他特長的就是籃球了 因為他也完全的遺傳到了父親的身高 從小就長得特別高 甚至在他14歲的時候 就已經和他父親一樣高了 什麼這很常見 不 因為他的父親可是有6尺8吋203公分高啊 Bradley從小就高人一等 籃球就成為了再適合不過他的運動 於是他逐漸將行李都放在籃球上 並在高中時開始接受更進一步的籃球指導 高中時Bradley進到了埃梅里高中就讀 埃梅里高中是由他州一所具有豐富歷史的高中 籃球隊的實力更是不在話下 因此Bradley能在這裡接受訓練 對他未來的籃球生涯有莫大的幫助 當然對由他高中來說 能得到Bradley這名長人也是巨大的戰力提升 因為他不僅學習能力很好 他的成長也完全不輸他的學習力 身高持續長高一點都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讓他在16歲的時候就已經長到了誇張的220公分 但是多虧他從小就有運動的習慣 所以身高一直抽高倒也沒有成為他行動的障礙 反而讓他成為了靈活的高個子 這也是Bradley之所以能稱霸高中賽場的原因 也是他證明長人跟其他巨人的不同之處 Bradley人高馬大又有一定的籃球技術 讓他輕鬆的就能統治高中比賽 艾美里高中在他的主打下曾打出32連勝的紀錄 以及拿下了兩座州冠軍 是對此最輝煌的一段時光 當然Bradley的知名度也漸漸不侷限在猶他地區 他開始成為了全國矚目的對象 一方面是因為他出色的球技 二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因為他能逼近230公分的身高 他當時可是全美身高第三高的人類 但卻是唯一這麼高運動能力又這麼好的巨人 因此讓他成為了球技關注了焦點 而Bradley的球技有多出色 也直肩反映在了數據上 他高中最後一年繳出了浮誇的 場均準大三元數據 平均每場比賽能拿下25分17籃板和9次主攻 讓他成為了幾乎可說是當時最出色的高中生中鋒之一 同個時期比他強的高中生中鋒 也就只有大家都認識的Shakeel O'Neal 總之Bradley有著非常出色的高中生涯 他那特別突出的身高也完全就是他的理想武器 讓他未來的籃球前途一片光明 當然也不意外的 他獲得了術所大學的招募 而最後他選擇了著名的楊百漢大學 準備在大學賽場大展身手 Bradley會選楊百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為在他的家鄉猶他州 二方面則是因為楊百漢是一所教會學校 事實上Bradley從小就被父母送去了教會 一個名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的教會 使而他成為了一名很虔誠的 魔門教徒 也正是楊百漢大學所信奉的教派 因此或許不論如何Bradley就是要讀這所大學 Bradley進到大學後 第一個賽季就先發全勤出賽 只是大學一級賽場的強度 畢竟要遠高於高中賽場 所以他並沒有像高中一樣 完全的主宰著比賽 但他的表現以一名大一新秀來說 也不差就是了 將來他人高手長的優勢就擺在那 因此還是讓他寫下了不少記錄 例如大一新秀整季累積和平均最多次主攻 以及追平了David Robinson的單場最多次主攻 至少在封組對手投籃方面 Bradley仍然是球場上最頂尖的 甚至說他單靠封組 他就封給了自己所屬賽區的年度新人王將 所以只要經過大學的歷練 假以時日他定能成為更加出色的球員 原本期望是這樣啦 但Bradley也就只打了一季大學賽季而已 就再也沒有打過第二個賽季了 他並不是跳級跑去參加NBA選秀 而是休學跑到澳洲去做船教室了 並且這裡做就是兩年 期間Bradley幾乎沒有碰籃球 所以在他的籃球生涯上 這簡直成為了空白的兩年 球技有沒有退化先不說 沒有任何進步是可想而知的 但Bradley倒是依然對自己充滿自信 在做完兩年船教室回到了美國後 直接就參加了1993年的NBA選秀 照理來說他剛荒廢了兩年的時光 選秀上應該不會受到太大的青睞 但他當年載至賽場的身手 還刻畫在美國人的心裡 加上8090年代對這種超級殘忍的迷思 讓他竟然還能以第二順位獲選 而選他的正式廢城76人隊 76人自從1992年巴克里離隊後 就一心想要找一名頂級風險球員來接班 很快的他們就在一年後 像中了已經兩年沒打球的Bradley 兩個人的名字念起來還有點像 而且76人的管理階層並沒有任何猶豫 因為他們堅信Bradley 能將他兩年前的身手給帶進NBA 前有230公分的Maru Ball 後有230公分的Marison 而夾在這兩人之間差不多高的Bradley 卻有著和那兩人截然不同的運動能力 並且對比賽的理解也是1等1 所以就算再選一次 76人大概還是會跳過Penny Hardaway 選擇Bradley 只是76人也知道Bradley許久沒接觸籃球 所以計劃給他一定的時間找回身手 並沒有強求他馬上就要成為集戰力 因此培育Bradley 就成為當時76人全隊上下一致的目標 不論是球團還是球迷 都堅信這個計劃只要順利執行 就一定能成功 可說是舊版的相信過程 而Bradley就被負責大家的期望 展開了他的NBA旅程 Bradley進到NBA時 是聯盟中升高第三高的球員 但不一樣的是另外兩位都是選秀第二輪出身 而Bradley則是第二順位 因為他不只長得高 他還有球技 也是他讓76人球團垂涎欲低的地方 而據說當時勇士隊的教練監總管Don Nelson 也非常想要Bradley 原本計劃要在第三順位選他 結果沒想到被76人鮮籃虎了 可見Bradley的潛力是獲得不少球團肯定的 因為他就是一名如此特別的巨人 是一名並非罹患有先天疾病 純粹自然生長的健康巨人 而為此他的母校陽百漢大學還做過研究 研究為何Bradley能長得如此高大 事實上人體裡有數條能影響身高的基因 而研究結果顯示 Bradley在這種高基因上要比正常人多了198個 不只如此 彷彿奇蹟般的這些基因還幾乎都產生了變異 對Bradley的身高起到了超乎想像的作用 這才讓他長得如此之高並保有正常人的行動力 而這發生的機率比被雷打中還要低 就好比霸王色的霸氣一般 Bradley就是那萬中選一的天選之人 當然Bradley也沒有辜負大家的期待 NBA初登板就寫下了代表作 以單場8次主攻的初登板記錄宣告他的時代即將來臨 只可惜賽季才打到一半 他就因為膝蓋脫臼而無法打完他的新人賽季 導致他最後也無緣角逐年度新人王的獎項 第二季Bradley健康回歸 但欺落人小心翼翼的讓他能跟上比賽的步調 因此12讓他先發12讓他從替捕出發 很快的Bradley也在開季第9場比賽時 就打出了另一場代表作 當時76人面對到了肌落不爭的快艇隊 決定讓Bradley打先發四次手感 結果他遇到弱旅也沒在手軟 整場比賽角出了28分22籃板的雙20成績 不只如此他還送出了生涯新高的9次主攻封蓋 差一次主攻就能完成大三元的創舉 透過這一戰 Bradley可說是再次打響了自己的知名度 可惜的是也就從這一戰過後 他就未曾再有過類似的表現了 事實上Bradley第二季整季平均就只有 9分8籃板 氣死他老闆 球團之前才把他視為是重建計畫的核心 但連續兩季表現都差強人意 讓球團非常的灰心 Bradley除了封阻尚有水準 平均每場能送出3個以上之外 好像就一無是處了 跟當初預想那個能守也能攻的長人大相徑庭 其實與其說他表現不好 不如說非常不穩定 儘管Bradley場下很積極的做訓練 但實戰上卻一點企圖心都沒有 表現有點得過且過的感覺 沒有想成為聯盟首屈一指中鋒的野心 聯帶就使得他的身手停滯不前 最後老闆也失去了耐心 在Bradley第三季直打的12場比賽之後 就把他交易到了藍望隊 而76人也於這段交易案沒多久後就溢足了 可說是因為這次計畫的失敗 聯帶導致整個球團遭到變賣 而這段時光在76人的隊史上 也被球迷稱作是一段黑暗時期 Bradley被交易到藍望隊後只待了一季 隔一年就又被交易到了獨行俠隊 而獨行俠的這筆交易案 還是一筆千年9名球員的破紀錄大型交易案 因為獨行俠的總管朝思暮想 就想要得到Bradley 於是才催生了這筆交易案 那個總管正式剛商人接管獨行俠的當尿神 他讓Bradley在獨行俠找到歸屬 並讓他一口氣就呆了9個賽季直到他退役 而這9季剛好就是尿神在獨行俠的9年 可見鳥神真的對Bradley愛捕釋手 在Bradley未能打出身價後 仍將他掩覽到自己回下 並且來同進同退 事實上Bradley會受到鳥神的青睞也不意外 因為鳥神的球隊最擅長打跑轟戰術 而儘管跑轟有時候和小球畫上等號 但跑轟卻不等同只能用矮小的球員 只要行動敏捷有投射能力 那就會是跑轟適合的人選 也因此其實並沒有局限球員的身形 例如獨行俠後來就在1998年時 選了7匙的Noviski 就是一名行動能力出色的常人 而能跑又長得特別高的Bradley 自然就成為了Nielsen體系下適合的中風人選 並且因為Bradley有出色的風阻能力 還能順便彌補跑轟下防守上的漏洞 Nielsen可說讓Bradley在獨行俠重新找到了一片天 Bradley剛來到獨行俠的時候 獲得了大量的上場時間 寫下了平均14分9籃板和2次主攻的成績 看起來適應的非常良好 緊接而來的第二個賽季 開季了頭13場比賽 更是攪出了平均15分10籃板和4次主攻的表現 儼然是名稱職的中風了 只是好景不長 他膝蓋的舊傷在他狀況正好時發作 而打亂了他整個好的節奏 桑玉歸對後的表現不爭反見 雖然期間他還是打出了一場生涯代表作 在面對拖荒者的比賽上 攪出了22分22籃板和13次主攻的大三元成績 是史上第五位球員做到這樣的表現 但除了這場比賽之外 他依然是那個表現極度不穩定的Bradley 因此上場時間也漸漸的受到了線索 整體上來說就是一名還堪用的中風 而隨著Novisky到來後 球隊也漸漸補足了其他的得分箭頭 已經不再需要Bradley在進攻端有多好的發揮 他也能更專心的在防守上 並稱職的做一名配角 因此獨行俠時期的他 倒也是生涯效率最好的時候 至於他和Novisky組成了得意雙塔 也是一組有攻有守有升高 令其他隊伍感到頭痛的組合 而雖然Bradley的表現乏善可乘 但他至少也竭盡所能的為獨行俠付出 於是獨行俠2000年 一組給現任老闆庫班之後 庫班也以7年3000萬美金的價碼 留下了Bradley 這張合約將會一直走到他35歲結束 可說這張有情有義的半終身合約 只是命運捉弄人 在Bradley簽完合約之後 他的身體又再一次的受到喪失清洗 導致他的身手一去不復返 一年打的比一年長 最後在合約走到第四年時 就因為難以痊癒的舊傷 而讓他提早就退休了 留下了12技 生涯2119是主攻的成績 歷史上高居第七位 Bradley有一個不算短又不算特別長 不算差 但也不算特別精彩的生涯 人們對他的印象 大都是那名選秀順位最高的巨人 當然他碩果僅存的這個記憶點 也被後來的姚明給取代了 讓他漸漸的被淡出了大家的記憶之中 人們忘記了他當年七歲的宏擊一時 曾經也是一名統治高中賽場的超級常人 他並非空有那突出的身高 而假使Bradley能花更多一點心思在籃球上 或許他的成就 他的生涯 就會完全的不一樣 也就能驗證當年七六人高層說的 Bradley將會是一名 改變聯盟生態的巨塔